安达奶油大冰棍 安达奶油大冰棍 谁吃谁得劲的来 奶油大冰棍 咱吃冰棍 咱就吃牛橙的冰棍 二十块钱 接着给三十根 三十根给二十块钱 奶油大冰棍 吃冰棍 吃冰棍的 安达奶油大冰棍 安达奶油大冰棍 谁吃谁得劲的来 奶油大冰棍 三十块钱 接着给三十根 三十根给二十块钱 奶油大冰棍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十年的生活 大家伙能可以叫我小龙 这冰棍卖的 昨天白天正常 我就打算卖冰棍去 然后我喜闻这边忙 昨天给他发了一天货 今天又发了一点 下午歇了一会 现在是四点半 咱出来卖冰棍来了 这个录音前两天已经录完音了 录完音我拿家通电器了 我儿子玩了一会 他这个是新录一段 就把上一段给推没了 然后今天呢 我又新录了一段 这回简单一点 干练一点 咱一会把喇叭放开 开始卖冰棍 喇叭放后备箱干什么 就这么干 四点半 我估计城管大哥不能来了 太平洋上那样朋友们啊 奶油大饼棍 咱吃饼棍 咱就吃牛虫的饼棍 20块钱 接着给30个 30给20块钱 奶油大饼棍 吃谁给劲的来 奶油大饼棍 20块钱 奶油大饼棍 吃饼棍 吃饼棍了 安达奶油大饼棍 安达奶油大饼棍 谁吃谁给劲的来 奶油大饼棍 咱吃饼棍 咱就吃牛虫的饼棍 微信收款 20块钱 接着给30个 30个给20块钱 奶油大饼棍 吃饼棍 吃饼棍了 安达奶油大饼棍 安达奶油大饼棍 谁吃谁给劲的来 奶油大饼棍 咱吃饼棍 咱就吃牛虫的饼棍 安达奶油大饼棍 这哪里边是我的大饼棍 谁吃谁给劲的来 奶油大饼棍 45块儿 294饼棍 20块钱 接着给30个 30个给20块钱 奶油大饼棍 吃饼棍 吃饼棍了 安达奶油大饼棍 安达奶油大饼棍 安达奶油大驴 谁吃谁 Dew hitende 奶油大饼棍 咱吃饼棍 我们老许点 20块钱 就可以件 我们老许点 就先讯 30个给20块钱 好了 卖某 五点钟啊 朋友们 咱把咱的春饼盘也摆上了 昨天要了220斤春饼 30袋小米饼 十袋锅贴 批出去100斤春饼 20个小米饼 然后剩下其他咱自己就留下了 桌面现在是20斤春饼 5个小米饼 四袋锅贴 大冰棍卖了5袋 不到一箱 差一袋一箱 人还行 这块人就这样 咱今天是奔这块来卖冰棍的了 冰棍哪个早晨夜市几乎都满了 没满呢 也是卖的一般般 我去在这块招招喊喊卖冰棍 春饼也摆上来 能卖点春饼就卖春饼 能卖冰棍咱就卖冰棍 啊 双管齐下 哪个口都不缺 收拾帮忙 还没有费用这块 离家还近 整吧 吃春饼 吃冰棍啊 大冰棍 来 安排 够用哈 大爷 冰棍 吃冰棍快 吃冰棍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 没事 我说有冰棍多 有 哦 快点的 快点 快点吃 你看 吃 谢谢 谢谢 20块钱 30克 吃饼棍 可劲吃 香不香 老铁 香 够用 看大哥这排面行不行 零食 湿鸡 小百过 方方面面这几块哈 绝对好吃 绝对好吃 够用 达碎 呵呵 来 两个 奶油大冰棍 钱就了 来 十米块 咱就吃料酒的冰棍 二十块钱 再来 三十根 三十根 给二十块钱 奶油大冰棍 吃饼棍 吃饼棍的啊 安打奶油大冰棍 安打奶油大冰棍 吃全点 微信收看 十五元 来 九大哥 一个六块钱 这几个咋卖掉啊 一个六块钱 十块 对 小米饼啊 这个呀 阿姨 这个五块钱 回家吃饭就给它冻上点 啊 大哥 村面 大哥开张了 大哥 大哥行啊 东面西面一起了 哈哈哈哈 吃了几个咋 兄弟啊 吃了几个咋 这啥玩意儿啊 这山药酥 山药和南瓜烤的 没有糖 没有盐 这是水分味儿 三十二块钱 跑了一个样子 这些黑姆的 这是发生的 那是白姆的 那是瓜葡萄的 四个味儿啊 大冰棍 可以啊 东面西面一起了 来 三十五块钱 这五块钱 这五块钱啊 小米饼 五块钱 大米饼 五块钱大米饼 小米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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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三十几块钱 微信收了几桌钱 卖了一箱冰棍 十五六斤春饼 小米饼 卖了两标 锅贴卖了几包 摆到七点半 咱就收摊了 朋友们 人心隔肚皮 朋友们呢 我今天突然之间想起来 感觉非常扎心 咋说呢 我之前不卖春饼 朋友们有好多 总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都知道 我最开始卖春饼 今年卖春饼的时候 联系这个厂家呢 后来 改成这个口罩的影响批发了一段时间 批发四块二 然后之前有个兄弟 我卖水果的时候 他跟我跟我卖 然后卖丑饼的时候 然后后来卖春饼的时候呢 他也卖同样的厂家春饼 你知道吗 厂家送的时候呢 就跟我俩一起送来 他还道理 我在太平那边 你知道吗 然后这样一来呢 后来介入批发了嘛 批发 我四块二 往处批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就不卖这个家的生命了 啊 就不卖这个家的生命了 我呢 依然继续卖 我还是批发四块二 然后我都天天分享视频嘛 批了几百斤 有时候批七百 批八百 批三百 批五百 反正每天都能对付点 啊 然后这兄弟看我好了 他也找个厂家 也批发春饼 他批四块 你批也行 哪怕你批三块 也没毛病 因为市场这个东西 无论你卖什么产品 都存在竞争 但是你做的最不对的地方 兄弟 你不应该这么做 我下面 有拿我饼的 啊 然后你回头 你补一刀 你说 我这饼比小龙的便宜 你拿我这个 我这四块 你不应该这么做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 令我最扎心的是什么 我俩不卖 最开始卖一家春饼嘛 我那时候 介绍到批发的时候 就有道理的兄弟 想拿我这个饼卖 去你市场 想去你市场卖 我都回绝了 最少都有两个 想到你那个市场去卖 都让我拒绝了 我说那个市场有 我兄弟在那卖 这是令我最扎心的 包吻 真是令我最扎心的 嗯 我拿你当兄弟 你在背后拿刀扎我呀 啊 要是说人心格度平均 我今天突然这些想起事呢 感觉挺憋屈的 挺不爽的 挺不舒服的 然后我就 简单的说一下 就这么个事啊 这段时间批的不好了呢 你卖的也不好了 你还发微信 跟我聊 跟我说 跟我说 说 哎呀 给你发微信也不回 怎么的意思就是说 想跟我探讨一下 这个 啥产品 有没有啥产品卖的好呢 看下跟我探讨一下 跟我聊聊 我为啥回你呀 兄弟 啊 我没给你拉黑都不错了 哎呀 挣扎心呐 挣扎心呐 你最不应该做的一点就是什么 拿我饼 你拿 你拿 用你的价位去撬我的客户 你卖可以 你卖谁都没有 你屁也可以 自由市场嘛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你屁三块 屁两块 那是你本事 你能挣钱 兄弟为你输大拇指 但是你 你说你 翘我的客户还提我名 啊 你这卖我饼卖得好好的 你四块二 你到那 你说我这比小龙的便宜 我批发四块 哼 哎呀 不说了 哼 咋心呢 我今天心情不好 然后 哎呀 聊聊 好了 同伴 多嘴了 又多嘴了 哎呀 人心隔肚皮啊 拜拜朋友们 拜拜